台灣最重要的資產 也是我們最重要的祖產 是護國神山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選舉的籌碼 還牽扯龐大的利益的 我們來看一下 傳出來了媒體說 台積電的7奈米 有可能會落腳高雄 這件事情台積電到現在 都還沒有正式的點頭 也還沒有正式宣布 雖然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在高雄已經放鞭炮 公開真的放鞭炮 就已經慶祝了 感覺新娘已經要架過來 可是人家還沒有點頭 現在傳出來說 背後真正出力的 是蔡英文總統 來看到這個地方 這一張圖是什麼 蔡總統其實常常會被記者喊 說總統 你有沒有支持什麼 你有沒有反對什麼 馬恩九又罷了你什麼 他其實大部分都當作沒聽到 大家好 就這樣過去 但是這個問題 蔡英文聽到之後 整個眼神非常錯愕 看了一眼記者 問了什麼 記者就是問他 總統 聽說 你幫忙喬台積電到高雄 蔡英文難得出現一個驚訝的表情 來看一下這一段 總統 台積電落腳高雄有幫齊敗喬嗎 總統 台積電落腳高雄有幫齊敗喬嗎 不論是市長或者總統 一起來協助促成這樣一個案子 我想不是一個派系的一個利益考量 是從整個台灣總體國家利益 還有地方南北平衡發展 這個角度來出發 還有當時高雄的知情人士就爆料 他說基本上包括中油 因為中油要中油讓出地 包括中油還有包括台積電的劉德英 他說他們根本不會理會陳其邁 陳其邁 高雄市長很了不起 但是他們不會理他 那只理誰 小英出手 他們才會買帳 中油不會理他的 是因為小英出手 不然台積電原本根本看不上高雄 因為高雄 就是缺水又缺電 水電都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今年的狀況 台積電看了當然會觸目驚心 總統請劉德英到官邸裡面討論 才讓台積電罕見的急轉彎 不過至今台積電其實都還沒有正式的宣布 他說如果護國神山在這裡 那陳其邁市長連任 基本上就已經穩了 其實就算沒有台積電 應該也不見得會有太大的狀況 而且他在高雄的這個 幾乎都沒有在理高雄了 另外一個新聞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他圈這個地是中油高雄的煉油廠 但是這個地方 他因為污染的非常嚴重 要花十幾年的時間 最長聽說到17年 目標是在2033年才有辦法 把這個污染過的地方把它復原 但是為了要趕快給台積電 這十幾年的時間要把它縮短十年 變成2023年就要弄好 然後一縮短變成什麼暴增 變成整治的經費暴增了 原本規劃是100多億的整治經費 膨脹到262億 專家說不 那只是現在評估 最後可能會追加到400億元 這個錢不就都是人民的納稅錢嗎 高雄市政府第一期開發的土地 壓在29.8公頃 按照規定是由地方的環保局 來進行環評 現在當然聽起來 看起來是開綠燈的 在2022月的第一期 園區完成整治 只有三個月的環評 20226月會動工的蓋廠 還有一個事情 現在當地的議員講說 已經風聲傳到高雄了 台積電如果真的來這個地方 附近的土地價格一聲 就要飛起來了 包括不動產代銷工會的理事長說 消息傳開 房地產已經聲量 暴增十倍了 大家都在Google這一塊地 司剛怎麼看 事實上台積電設廠的消息 一直傳聞很大 但是今年年初 台積電跟高雄市的高層 基本上有談過 但是聽說台積電的高層 邊吃便當 他講他的 我吃我的 基本上不把台積電放在 不把高雄市放在眼裡 也就是說在今天演出的時候 根本沒有在高雄設廠這件事情 賣賣親自去報告嗎 對 他吃便當 然後他繼續報告 然後再來那個菊姐 夠大咖了吧 故意想要喬中油 想要喬台積電 都喬不動 所以你看得起來 這兩個單位 你講到菊姐要有證據 是 這兩個單位 坦白講 就是沒有把高雄市 看在眼裡 我看的是我自己企業的需求 跟利益 但這時候明年要連任 陳其邁是蔡總統的 怎麼樣 大哥之一 北文燦 南其邁 當然要送個大禮 給這個其邁作為連任之用 所以台積電設廠 變成其邁的戶賣之三 戶賣神山 OK 有這一塊 台積電設廠之後 第一個 土地有了出路 本來中油 100多億變400億 然後中油的員工說什麼 割地賠款 因為全部是由中國自己要整地 然後自己要花錢 然後它相關的標案 還是由高雄市的金發局 來做招標 比如說別人招標 你來出錢 OK 然後再來 所以中油對這塊地的用途 內部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因為中油想說 我自己可不可以做一個房東 我來去做其他的大型開發案 而且還有環保專家說 這土地經過石化廠 這麼多年利用 可不可以馬上轉作為 這個晶圓廠的土地使用 還有很多的問號 再來高雄市政府 為這案子也開小門 大家記得 台灣在企業投資 最麻煩的就是環瓶 有的東西環瓶過不了 最後就通通放棄 國光石化記不記得 那時候海豚會轉彎 環瓶過不了 所以就放棄了 但是高雄市 為這事情開個小門 它的土地設定在29.8公頃 這個就是規避要到大型 要到經濟部的環瓶 把它就不用去了 由高雄市政府自辦環瓶 自辦環瓶有好處 我自己控制專家學者 我要找誰就找誰 然後我相關的配套措施 通通可以把一次做好 然後我過了環瓶之後 我到三個月之後 我再交給經濟部 我覺得這不就大開巧門嗎 大開巧門嗎 然後再來 就是一路開綠燈 一路開綠燈 然後成親邁 趁這個機會都炫耀自己的政績 然後再來 你這個相關的設場之後 我們看台南 台南很多的這個科學園區 台南不是一直逮捕 對 我現在講台南 隔壁台南 去年一整年台南的這個土地 房地產的這個上漲率19.8 全台六都之一 六都的冠軍 所以相關的設場 對於當地的草地貧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為什麼 不管是政府也好 小英也好 雖然數個面都說 你怎麼知道 但是心裡很高興說 我要送給其邁一個連任大禮 如果提早這招訊息 可能就已經開始準備 去裡面卡位了 另外一個3Q哥 大家想說下個月最大的莫過於 就是3Q的罷免案 現在出現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民進黨在中常會 正式的以民進黨的名義 宣布要力挺陳柏惟 所以這變成是藍綠對決 已經非常非常的明顯 換句話說他是2022的前哨戰的 這個意味跟意義 就變得非常的具體 陳柏惟最近也是開始講話 開始這個戰鬥力提升了 他說顏寬恆 顏家現在你就是從老闆變成義工 案件變成名槍了 直接對著我來 以前中國國民黨反共拔毛當領導 現在主席選舉到每個人 都對他發表意見 看誰比較反台3Q 人生被國民黨拉到跟貓 毛澤東一樣的高度 真是等待不起 陳柏惟是反共的 他怎麼可以拉抬毛澤東的地位 3Q的邏輯真的滿特別 聽得懂 聽得懂就可能要去看醫生 來看一下他的說法 我想作為一個年輕的民意代表 有受到很多人的期待 我們把主業做好 然後我們也兼顧副業 所有主業就是在國會的問政 然後副業在媒體 替這個政治理念宣傳 謝謝所有願意來支持鄉庭的 好 他的意思說 主業就是在立法院當一個立法委員 副業就是上電視去當名嘴 去宣揚他的理念 我覺得至少要給他一個讚 是因為他有夠老實的 一般人 一般的政治人物 恐怕不會這樣講 但是他主業做得好嗎 他真的在國會問政 你來看一下 他在國會幹嘛 變成人家的這個 配合民進黨的打手 黨3加11的會議紀錄 陳柏惟這邊 還有黨疫苗擴大採購 4000萬劑也都在這邊 當然他有他的說法 說什麼 他怎麼配合 但總之你就變成人家的打手 這叫你的主業是國會 電視總有一天被我拍壞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是民進黨的總場會裡面 已經正式宣布了 但我比較奇怪的是 跟黃傑規格還是有差 黃傑畢是我們主席蔡英文 開了金口 一定要幫助黃傑 但總統蔡英文 明明就有在中場會上面 沒有聽到他本人開口 倒是秘書長林錫耀說 民進黨應該要幫忙陳柏惟 講得也沒那麼斬釘鐵鐵 但發言後來有出來講說 我們會全力支持 蔡毅宇說你某人在後面 想要參選不選 只是為了爭位子 還認為這件事情 折騰了很久的 高雄氣爆的這些事情 三位的當年的高雄的官員 都已經都被判刑了 但是業者全部都沒有問題 那業者沒有問題的部分 高雄高分院有一段話 讓大家聽了覺得滿奇怪 他說當時這些業者 都已經進到注意的醫務 該注意的都注意到了 而且他們又沒有辦法 預見會爆炸 可是管線都是他們處理的 所以變成官員 有督導不周的問題 問題是那為什麼沒有在網上 就只有停到這一些人 這個案子現在的狀況 我們請兵哥來告訴大家 我先講3Q這個部分 我覺得3Q不知道是太年輕 還是沒讀過書 其實那個口號 不叫反共拔毛 那叫殺豬拔毛 因為那個人叫豬德 難怪我一直卡住 他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殺豬拔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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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刺青的 沒有人反共拔毛 他在這亂講 還是他覺得殺豬 會讓人家想到別的 然後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他自己很天真 他自己 人家叫你3Q總部 你就自己真的變3Q了 我覺得他直接用刪除那個3 我也覺得 對 沒有 他是說 因為別人要推動3Q 我跟你講 根本沒有人 把你跟毛澤東相提弊 你跟毛澤東提鞋都不配 但是問題是 是你自己無聊 要把自己跟毛澤東類比 我覺得還滿好笑 而且你還搞不清楚狀況 那我是覺得民進黨 現在真的在挺陳柏仁的嗎 我個人認為他們還在觀望 只是形勢上我先挺 因為他們主要針對的是顏寬恆 他們其實是 因為蔡其昌未來要選台北 台中市長 所以他希望趁這個時間 測試一下水溫 所以我先用台面上的 用嘴巴這樣挺 挺了之後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如果針對權力要挺 上次剛剛藥州你之前就講 上次黃捷的時候 是蔡英文直接下達的命令 全黨動員 這事並沒有 而且他是面對鏡頭講的 對 這是完全沒有 蔡英文沒有吭聲 然後都是有一下而上的 然後講的也其實憨憨糊糊的 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當佩芬 佩芬我們也是好朋友 佩芬這位發言人 他講說我們要力挺認真的 立委的時候 你知道網路上全部都笑翻了 因為他大概是立委以後 數一數二不認真的 每天不知道在胡說八道 那些什麼東西 他自己講說 他自己主業在立法院 你的主業是當跑腿跟班 是人家叫你投誰 你就投誰 不然的話很多案子 包括一些民進黨 自己內部都有人跑票的案子 3Q從來不遲到 民進黨叫他投誰 他就投誰 他真的比民進黨 自己的人還要乖 我覺得你這個叫專業立委 然後我也第一次看到 立委認為主動告訴大家 說我有副業 我副業就會上真任節目 我也覺得 這個人叫立委 這個年代老實就要一個讚 這個人叫立委 我真的覺得還滿丟人的 那接下來氣胞案 跟我有一點關係什麼關係 因為我為這個案子 被陳菊告好幾次 那雖然我都贏了 但是重點就在於 氣胞案 你看他們現在把事情 全部推到29年前了 就是要 為什麼要推到那麼遠前 29年前那個時候的人的責任 對 就是要把陳菊 跟民進黨執政 謝長廷全部剔除掉 就絕對不能跟民進黨有關 然後全部都29年前的事 但我覺得很奇怪 謝長廷執政那麼久 陳菊執政那麼久 那這些東西 29年前是你們中間這一段 都沒有人發現有問題 都沒有任何責任嗎 這不是太奇怪 然後業者也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這像話嗎 而且更奇怪的是 大家注意到 民進黨是在2018年11月 也就是選舉快要到了 快要政黨輪替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 把這些人的責任 就是本來照理想 剛好政府有求償的權利 他把全部免除了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他們 雖然當時他們還是認為 自己選舉會贏 可是總是有一點風險在 所以我先把他們的責任免除 這樣子就不會有任何意外 到最後就算沒過 政府也不是我們領導的時候 他們一樣不會有責任 所以不然的話哪有這麼巧的 這個案子拖了這麼久 拖了兩三年就突然之間 在2018年11月 因為12月投票 然後突然之間 他就把責任免除掉 所以這一切都經過精心設計過 到最後現在倒霉的是誰 倒霉的是氣爆災民 因為高雄市政府 之前就欺騙了災民 把自己的責任先免除掉 陳菊就把這件事情告我 結果我贏了 所以表示連法官都認同 他們高雄市政府 是有欺騙災民的嫌疑的 所以到最後 倒霉的全部都是災民 這一些政府官員 把自己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 這就是我們的監察院長幹的好事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昨天驚人之語 他提醒大家 台灣要不要讓真思考 包括我們要承認 科興跟國藥疫苗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Byей icial 被 發 賀 報告 我們